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看 白云飘过 满山花朵 知道追求什么 儿时的真空 成长的梦 在高楼 是你画的彩虹 洒满了天空 是你画的彩虹 塞满了天空 是你 给我的力量 让我 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 我不怕风雨 去追逐彩虹 是你 给我的力量 让我 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 我放飞梦想 去拥抱彩虹 还没睡吗 妈 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 不怕变成熊猫眼啊 妈 我在摸相册呢 也不知道拍得好不好看 结婚这件事情 定得这么仓促 拍照也拍得这么赶 都不知道漂亮不漂亮 怎么会不漂亮呢 你跟浩天是天生的一对 拍起来肯定好看的 妈 我真的好想亲眼看见这些照片 会的 医生不是说了吗 如果那个凝血块能变小 会自然吸收 那你的视神经 就会慢慢恢复的 妈 其实 其实 其实你跟我都知道 这只是个理想 也许 我再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妈妈的样子 看不到会沙场 看不到 看不到他们 看不到他们 长大成人 看不到他们结婚生子 看不到他们结婚生子 天津 看不到他们的年纪 带脱我这个小拖油瓶了 妈妈应该好开心才对的 谁说你是我的拖油瓶了 你是我最心疼 最心爱的宝贝 我好爱你 王爷爱你 你就要成为别人的太太 就要成为别人的妈妈 振振 建立一个家庭不容易 尤其是现在你眼睛看不到 肯定比别人要辛苦一百倍 有很多事情 你一定要忍耐好吗 妈 看你说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会很幸福的 好 我会加油 你一定要幸福 妈妈 不要为我操心了 好 乖 人家娶媳妇 马屋贴的都是双喜字 我们家倒好 贴的马屋都是盲道 这叫什么事啊 这个媳妇娶进来 能帮什么忙啊 真是贱骨头 夏小姐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医生 我怎么了 我怎么会肚子疼 你有流产先兆 不过 幸好及时送到医院 才能够保住 你是说我怀孕了 你不知道吗 怪不得你这么不小心 可是 我之前检查 是验孕棒都没有查出来啊 也许那个时候还验不出来 也有可能是那个试剂的问题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了 你的确怀孕了 老天 这真是这辈子 你送我最好的礼物 这真是我最好的礼物 恭喜你啊 你可以通知你先生过来看你 他一定很开心的 医生 能不能借我一下你的手机 我什么都没带 可以 谢谢 来 喂 喂 浩天 是我 你先听我说 不要挂电话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能和你说的话 我到以前说了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听我说 我现在生病了 现在在医院 你可不可以过来看我一下 就一下下 我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浩天 我们也是朋友一场 你不会连看我一下都不愿意吧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 我连手机也是找医生借的 我在心理医院1039号房 你过来看我一下好不好 好吧 我知道了 浩天 谢谢你 谢谢 医生 谢谢 不用客气 我真的很希望他马上知道这件事情 他是孩子的爸爸 喂 天美吗 我是浩天 你姐她生病了在心里 就在1039号房 我跟浩天有了爱的结局 这个孩子 就是我跟浩天爱的证明 有了他 谁也不能再跟我抢浩天 就算杨珍珍眼睛下了 也不能抢走我的浩天 护士小姐 你好 你好 你们这边冷气开得太大了 有毯子吗 有 你稍等 我去帮你拿 谢谢啊 大夫啊 请问一下 1039号房在哪儿啊 1039 过了这个门 又转第二件就是 谢谢啊 不客气 钟浩天居然没有来 他居然让妈妈来 钟浩天 你怎么这么无情 你为什么那么冷酷呢 不行 那个饭店是回不去了 他们一定能找到我住在哪里 怎么办 如果让妈妈知道 我怀了浩天的孩子 他一定逼我拿掉孩子的 不 我不能那么做 我要保护孩子 我要保护孩子 护士小姐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1039的病人 怎么不见了 去哪儿了 是吗 他刚刚还在 还是有点冷 让我拿毯子给他呢 哦 那 那我想问一下 1039的病人 他为什么住院 他得什么病了 对不起 我们不能透露病人的病例资料 我们是他的家人 除非他本人同意 并提出申请 不然我们还是无法透露 哦 谢谢啊 那谢谢你啊 不客气 妈 怎么办啊 我好担心明天啊 我怕姐姐她万一想不通的话 她会做傻事 我们现在除了给她祈祷 还能有什么办法 反正啊 明天你一定要陪着珍珍 千万别让你姐姐去接近她 再也不能让你姐做任何傻事了 再也不能让你姐做任何傻事了 师娘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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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心真的是很高兴 妈 珍珍 出来阿姨 这是阿姨 我的宝贝呀 我差点连你的婚期都错过了 好久不见了 差点就给耽误了 话说呢 妈 妈 都是我不好 我这才晚回来几天怎么会 我要是早点跟你们回来 那个夏友善绝对不会这样欺负珍珍的 我会拼了自己的命去保护珍珍 怎么会让珍珍吃这种苦 好了好了 今天是大喜之日 别说这些了 是是是 我看刚才外面冰炮已经放过了 那浩天应该过来迎亲了 娘娘 你应该给珍珍盖头杀了 这才是你这个当妈妈的专利呀 是 妈 什么 放在你手中的 是妈妈的祝福 从今以后 你自己的幸福 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 你要好好地加油 加油 加油 妈 嗯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把握住的 好好握紧它 放心 来 妈 加油 嗯 妈 哎 来了啊 啊 来来来来 天美小姐 天美小姐 来了 妈 珍珍 秀朗阿姨 嗯 天美 珍珍小姐 恭喜你啊 谢谢小梁 来来来 把捧花交给新娘 爱这这这 爱这 好 向妈妈拜别 来来来 娘娘 你坐在这 好 来 哎 你们两个帮个忙啊 把这个抬着 来 好嘞 新娘子赶快过来 好天你也过来啊 来来来 站好站好 妈妈在这里呢 秀朗阿姨 站着站着 你也算是我另外一个妈妈了 你也去坐 我真是好开心哪 好啊好啊 我今天总算把女儿给嫁出去了 哎 浩天 婚后你要是敢欺负珍珍 欺负我女儿 我打你到天涯海角跪地求饶 你信不信啊 秀朗阿姨 怎么可能呢 哎 那就好 来来来 哎 来来来 来来 开始拜别妈妈 好天 你们先去吧 我们婚礼会长见 嗯 那我们先走了 嗯 走 往哪啊 走 走 走 谢谢 谢谢 你看你呀 怎么了 又哭了 又不是不见面了 等一下在婚礼会场就见到了 好了 我就是忍不住嘛 想到女儿要出嫁了 将来想要疼都疼不到了 想要宠也不知道怎么宠起 再加上她眼睛也看不到 我的心就更难过了 不哭了 珍珍一定会幸福的 我们要祝福她 电话呢 那那那那那 这 谁的电话呀这是 这是浩天的 一定是刚掉的 等一下去会场给她就是了 好 好了 不许再难过了啊 反正一共就见到了 没事 那我去打理一下 画个妆 好 你去你去 我很快的啊 不许再难过了啊 知道了 你可以不理会这通简讯 继续完成你的婚礼 但是你一定会后悔 我肚子没有你的孩子 信不信 如果在你跟珍珍的秘密基地 如果你还要这个孩子 就马上过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找谁来主持婚礼呢 爸妈是不会祝福我的 找于成威 喂 是我 为了珍珍的幸福 我今天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友善 好 我在秘密基地等你 快点啊 浩天 浩天 怎么是你 浩天呢 浩天为什么没来 浩天正在忙自己的婚礼 下友善 我不会再让你欺负我女儿 你干什么 我说过了 我不会再让你伤害我女儿杨珍珍了 我今天无论如何要阻止你 不让你破坏他们的婚礼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拦得住我吗 我肚子里怀了浩天的孩子 任珍珍就算是嫁给了浩天 她也不会幸福的 那你呢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得到幸福了吗 我绝对不会让孩子没有爸爸 我也绝对不会让孩子的爸爸去当别人的丈夫 好 既然你这么不知悔改 这么执迷不悟 我也不用对你客气了 总之 我跟珍珍兽的哭已经够多了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去伤害她 去欺负她 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 都让开 你给我回来 你以为我拦不住你吗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你 你让我出去 你们待在这里 待在这里不许动 我今天尽了命 就是不去参加婚礼 我也不让你出这个大门 我绝对不允许你去破坏她们的婚礼 又山 又山你没事吧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你 你放开我 你拦不住我的 你 有山 下有山 我看在你爸妈的份上 我不希望你们解锐失格 结果你一再地伤害阵阵 抢走浩天 我对你真是忍无可忍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你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你了 不要容忍了 真真 不要伤害真真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有山 不要伤害真真 不是我 你不能怪我 我有孩子了 我就算不为自己笑 也也会为孩子笑 不要伤害真真 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变成下一个杨真真 我不要 我不要 有山 有山 有山不要伤害真真 不要伤害真真有山 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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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要伤害真真 快走 走 走 快ильно 又见他们 诶 珍珍 我今天给你补妆的时候 才忽然发现 其实我们有些地方 还挺像的 真的吗 嗯 那真是我的荣幸啊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会不会上辈子 我们就是亲姐妹啊 你看 你叫珍珍 我姐叫友善 我叫夏天美 刚好我们三个 名字加一起 就叫真善美 我想 如果我们上辈子 真的是姐妹的话 那我一定亏欠过友善 否则这辈子 我跟她 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纠葛了 珍珍 珍珍 董事长 妈 董事长 夫人 珍珍 恭喜你啊 就是啊 外面好多人 都来给你祝福呢 董事长 董事长夫人 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跟昊天的婚礼 也不会这么顺利 谢谢你们 哎呀 珍珍珍 珍珍啊 别这样啊 千万别这么说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应该对谁好 所以啊 对待别人对你的付出 一定要心存感激 所以真的谢谢你们了 哎呀 珍珍 珍珍啊 嗯 有件事情我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下 好啊 我想亲手牵着你走红毯 亲手把你交到昊天的手上 爸 你干嘛啊 你是想在这个婚礼上做预袭吗 哎 哎 能够先预计一下有什么不对啊 反正珍珍又没有爸爸 啊 董事长 嗯 从小到大 我都是在妈妈的呵护下长大的 嗯 所以对我来说 妈妈既是妈妈 也是爸爸 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不好意思啊 嗯 是啊 当然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母亲 我只是想 我真的好希望妈妈能够牵我走红毯 好期待哦 真的 哎呦 哎呦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 哎呦 哎呦总算赶上了 哎呦我来了我来了 哎呦典礼快开始了吧 修来阿姨 哎 哎 哎 杨柳人呢 啊 我妈没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她不是先到会场了吗 我就刚才在家里 我就补了个妆 然后一出来人就不见了 那她去哪了 没来啊 哎呦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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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你你这哎呦 你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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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睡着了 你跟人说了 珍珍 你没事吧 没事吧 你 珍珍 妈 是你吗 妈 妈 妈 还 吗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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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 妈 妈 你跑到哪儿去了 大家就在找你呢 我们要开始了 妈 对不起 妈一时发现 妈的衣服 有点不太合身 所以我就去换了一下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怎么说话声音怪怪的 你不舒服吗 我 我真是 哎呀 傻瓜 他是舍不得你 你听声音不就能听出来吗 肯定都哭惨了 妈 你哭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一定会幸福的 妈 珍珍 这不算吗 珍珍 等会儿 让夏董事长 陪你走红毯 为什么 你放心 妈说过 妈妈 妈会永远看顾着你 不管你 不管是谁陪着你走吧红毯 妈永远永远 都会守护着你 你妈妈的意思是说呢 夏董事长 那么疼你 她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 就让她牵着你走红毯啊 再说了 浩天她妈妈那么势力 让她牵着你 她比较不会为难你吧 她都是 全心地在为你着想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好吧 好 珍珍 我真的有这个荣幸吗 谢谢董事长 麻烦你了 你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 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妈 我走了 去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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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杨柳 杨柳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到底怎么了 杨柳 我送你去医院吧 走吧 女婧 都是为了爱情 有事 女婧 我拜托你 我就真真一个女儿 我求你 求你保全她的幸福 你放心吧 咱们不说这些 咱们上医院 你走 上医院去 你走 不用 我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很清楚 我来不及了 哎呀 不许你说这种话 怎么会这样啊 我了解了自己现在身体中 已经 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我的真正 拜托你 我求你了 看在我没有说出真相 没有破坏你们婚姻的本事 没有破坏你们婚姻的本事 替我保护真正 帮我保全她一个完美的家庭 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还没来答应她 保天和珍珍本来就是一对 你快答应她 我答应你 杨柳 我答应你 但是你也一定要答应我 为了珍珍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 杨柳 好 休暖 扶我起来 你都这样了 你还怎么起来呀 我们现在去医院 扶我起来 我答应过珍珍 我要看着她做红毯 我要保全珍珍的幸福 你 扶我起来 好好好 扶你起来 好好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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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噢 看看 谢谢 好 很好 不行 谢谢 召瞎 带纏 fle 就算游览空气 我会把你抱紧 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 不弃不力 永远在一起 简单的话 好的 来吧 我把真正的交给你们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珍惜它 今天我们很高兴聚集在这里 一起来见证钟浩天先生和杨珍珍小姐的爱情 钟浩天先生 我愿意 杨珍珍小姐 请问你愿意一辈子敬重钟浩天先生 义无反顾吗 我愿意 现在我宣布 钟浩天先生和杨珍珍小姐 正式结为夫妻 酱浩天先生和杨珍小姐的爱情 艺珍珍小姐的爱情 受一点委屈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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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慢点 慢点 几点了 婚礼呢 婚礼结束了吗 刘珊 你就死心吧 珍珍已经嫁给浩天了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平平安安的 你放心吧 可是 你确定要把他生下来吗 是 我一定要生下来 这是我和浩天唯一爱的结局 我绝对不能放弃这个孩子 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孩子的 九神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的 让爸爸来照顾你 你把他生下来 如果是什么 你把我老婆 你把他老婆 都对了 我们的福度 必须也帮助了 你把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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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了 你把我老婆 去不理吗 真是你把我老婆 放在你手中的 是妈妈的祝福 妈现在要好好珍惜 你在妈身边的日子 要用力地抱你好好地抱紧 我也要使劲好好地抱着妈妈 妈 妈 我会幸福的 有你这样爱着我 看顾着我 我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珍珍 妈 我好想你 妈 杨柳阿姨用她的生命 成全了浩天跟珍珍的幸福 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而爸爸为了安慰杨柳阿姨 收珍珍当女儿 从此我多了一个姐姐 但同时爸爸也少了一个女儿 因为我的另外一个姐姐 从此下落不明 我不知道故事结束了没有 但我总觉得 人生的故事不像童话故事那么简单 在婚礼开始的那一刻 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或许人生的故事 也就像黑夜的结束 永远同时 揭开另一个故事的信息 故事的结束 同时也是故事的开端 那我跟严格的故事呢 我们的结束是否也同时是个开始呢 我的理性告诉我放手 但我的心却深深地期待着 这个故事可以延续下去 你对我忽冷忽热 还说到永久 是我不懂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太过让你出于放松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爱你都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缘由 我太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缘由 你太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缘由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会痛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总没有像我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恨你 忘了自己需要爱心的 我太过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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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模� על什么 我太过恨你 我太过恨你